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独舞 我是Uncle Mark 马可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老谭 最近台湾有几个民生议题 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最主要当然就是缺水的问题 水库见底甚至变成奇观 还有成为那种网红打卡的景点 这边想要请教老谭说 水库这个东西在战争的时候 是可以去攻击的目标吗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 曾经有台湾的网友跟一些名嘴 脑洞大开 说可以去攻击对岸的三峡大坝 然后水库真的会跟战争去撤上边吗 我们先讲翡翠水库好了 台北一直都没有缺水的问题 其实真的是要谢谢翡翠水库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 最初要计划兴建的时候 其实反对的声音是非常的大 就怕遭到轰炸溃体 台北盆地会变成台北湖 主战兴建的人 那个时候还被说是中共同路人 准备打算一抹水洗台北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 这五十年的变化 就是在从水库这个点来看到 就是当初盖个水库怕被挨打 到现在有很多人 天天定着三峡大坝 想东想西 心态上的变化其实是还蛮大的 你说水洗台北盆地 是说把翡翠水库炸掉 然后那些水全部都溃滴 把台北整个淹没 当初真的有烦恼过的这种问题 真的是有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当时是从1970年代开始 因为台北大都会去 也说因为工商业的发达 所以开始缺水 那就开始会有人想到说 一定要开始建给水库 来解决这个困扰 那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 立刻就引起了争议 反对的声音 其实跟现在防保优先 环境生态优先的考量 其实是不太一样 他们最先的关注点 其实就是翡翠水库的 抗炸性到底如何 到底会不会被炸垮 淹出一个台北户 虽然有关单位 进行了各种的研究 甚至还找来美国的专家 来做研究调查 那还有台湾的学者也保证说 这个拱坝会是 全世界最安全的水库之一 可是主力依然不小 主张新建的人 都是被戴红帽子 主张不要盖大坝的人 毕竟他们还是要洗澡喝水 所以他们就退了求其次 改说坝太高 安全性不容易控制 最好降低高度 减少蓄水量 如果溃坝也保险一些 甚至于台北市议会 那个时候 在1976年的时候 还做成决议 促请市政府要慎重考虑 改为多盖几个小水坝 或者说栏河宴 以免后患无穷 就是要分散风险的意思 没错 但就像你刚刚提到说 缺水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苦 那盖水库 既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还是要反对 因为这个是从1949年以来的恐共病 也就是怕遭攻击 他们最担心的结果是 翡翠水库因为离台北市 大概只有30公里的距离 如果遭到饱河攻击 就会溃体 然后据说水深 水可以淹到大概7公尺高的深度 后来政府模拟米格基穿越环线 从淡水河口飞进来轰炸 如果造成霸体损害 大概最多只能炸出1.6公尺的坑洞 但是霸顶的粉泥土最薄的部分 大概就有7公尺 所以研判不会有水系台北市的清洗 如果解放军派出来轰炸机 投资一顿半的半穿甲弹 那如果是直接命中 估计大概可以炸出4公尺的弹坑 可是一样不会发生异弘 假如炸到的是霸机下面的下游的研盘 因为它是拱霸 其实是连为一体 所以威胁的认量不大 等于是有非常仔细的评估过 那这个1.6公尺深的坑洞 是怎么去抓出来 解放军那个时候 才刚刚组建二炮 也就是第二炮兵 没有太久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打得很远 射得很准的这种导弹 至于空军方面 其实也只有少量的轰溜的那种早期型号 所以如果要轰炸水库 最可能其实还是出动米格基 我们知道需要俯冲轰炸的这种飞机 它的载弹量其实不是很大的 所以整个的攻击力道 其实是相当有限 我觉得刚老谭分享的这个观点 可能一般老百姓就像我这种 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 因为我们一般认知都说 水库就是很大很高 感觉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 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被击中吗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精准打击的武器并不太多 如果出动轰炸机 进行高空水平轰炸的话 在正常宣寒下 还没有到目标之前 其实就必须要投弹 然后才能靠着惯性 让这个炸弹飞向目标 所以一般它的命中力 大概就只有3% 也就是说在50年前的解放军 第一他们没有美军的满天飞的 这种轰炸机的数量 二没有制导炸弹 想要精准的炸到目标 就算是翡翠水库这么的大 其实也是并不容易 如果只有派几架战斗机 这个来轰炸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它的那种载弹量挂弹量很小 所以为了要追求 能够确实的摧毁目标 他们就必须用俯冲的方式 这个时候只要 比如说在台北盆地的周遭 或者说翡翠水库附近 摆有高射炮或导弹 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把它们击弱 所以过去要靠投子炸弹的方式 要彻底的摧毁这么大的水库 其实是很困难 所以说就像三峡大坝一样 翡翠水库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其实有把这种战争的冲突 列为一个评估的条件之一 计算过它的抗炸性 像是几枚导弹或是炸弹轰炸之类的 因为这个是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 所以经过了长期时间的这种仿夫调研 确认翡翠水库的拱坝体 这种拱坝的结构其实是安全的 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担任台北市长的领阳杆 他就独排众议 坚持在北市西的翡翠谷这一带 这个新建水库 领阳杆决定以后 那时候也获得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的支持 这个工程就进行了八年 最后在1987年竣工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喝到 甜美翡翠水库的自来水 我必须说一下 能够喝到翡翠水库的水 真的不得了 因为很多人是喝不到的 老台一定是住在黄金地段的 甜美的翡翠水库水 好继续 美食沙漠区 今年因为缺水 还有翡翠水库的水可以喝 大家就觉得真的是觉得很幸福 网络上其实也有看到 大概就是有些人饮水寺员 就在讨论说该谢谢谁 有人说是应该要谢谢 当时的台北市长李登辉 也有人说是许水的等等 不过翡翠水库在兴建的时候 最大的功劳根据翡翠水库 20周年纪念碑文 很清楚的记录 最该感念的其实是领阳港 碑文是在2006年写的 那个时候领阳港 其实早就已经离开政坛了 可是翡翠水库 管理局的碑文却还是这样子说 前台北市长林阳港在民国66年任内 为了解决市民缺水之苦 下定决心要新建翡翠水库 但由于翡翠水库距离市区仅30公里 提案遭到巨大的反对升弹 若战争爆发遭受攻击 恐将溃提 那领阳港那个时候 就遭到了阴谋论的恶意攻击 说是共匪同路人 亦阴谋水洗台北 但领阳港高瞻远瞩 力排众议 坚持要盖水库 后来就获得了蒋经国的支持 历经的李登辉 邵恩兴 杨金丛 与徐水德 共武卫市长 接力完成 上面这一段是碑文 对 就这两大段都是就对 对 刚刚还有一个点 就说老谈说 翡翠水库在一开始兴建的时候 就是担心被解放军攻击 那时候的政府 有针对这一部分去做演习 因为先前有提到过说 像蒋介石当年 也有针对 有可能遭对岸核攻击去模拟 这个东西 他们当初有做那种 大规模的动员吗 接着柯文哲在这方面 曾经有过超前部署 他那个时候在2015年 刚上台没有多久 就认为说翡翠水库 如果溃提 会直接威竭下游 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就要求消贩局 做一个最复杂的演练 模拟巡异飞弹 轰炸101大楼 还有翡翠水库等等 那消贩局应该怎么样子 进行防灾救灾的演练 那个时候也其实受到 这个媒体的关注 不过后来好像也就没有再 继续有过这样子的这种演练 老谈有说过 那个炸大坝是战争罪 人类的历史上 应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还是其实真的有发生过 所以后来才引起重视 水坝成为攻击目标 其实是有的 最有名的其实是发生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的空军炸毁纳粹 德国卢尔河上游的三座大坝 这个卢尔工业区其实是拥有最著名的 克鲁伯工厂还有茅舍公司 这些很有名的兵工厂 所以从1943年的3月开始 英国还有美国的空军就开始对 卢尔工业区进行战略轰炸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卢尔空中战役 德军也在这个地方部署 强大的防空火力 密集的高射炮等等 常常让英美的轰炸机有去无回 虽然伤亡非常的巨大 可是英国为了要加速德国的投降 所以后来他们也改变了策略 也就是不炸工厂 准备改炸水坝 既然这样最终是用什么方法 去达成他们的目的 英国最初本来是想要高空轰炸 可是我们前面提到 高空轰炸的精度很低 那个时候如果是要炸一个工业城市的话 大概只有10%的炸弹 能够落在距离目标 三公里内的范围内 如果要炸一个所谓的指定的兵工厂 大概命中率不到3% 所以对于坚固的水坝 如果没办法直接命中 其实基本上是等于隔血烧痒 所以高空的轰炸就被破绝 英国又想了另外一招 就是说飞到水坝的上游 直接空投鱼雷 保证可以命中水坝 如果有几枚的鱼雷 刚好都打中同一个点 说不定水坝还可以被炸垮 可是经过侦查 发现到说德军早就已经也有部署 就是水坝的上游也都有高射炮 而且甚至于靠近水坝的地方 还有繁游列网 等于说你用发射游列 也没办法穿透 这个时候英国工程师 Barns Warris他就想到了 既然空中水下打击都不行的话 那么就走水面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他就大胆的建议 就可以用打水漂的方式 用滚动的炸弹越过繁游列网 弹跳到大坝的上面 这听起来也是有一点 脑洞大概 所以有成功吗 我刚才想象的画面 我觉得有点难度 Warris他想出来的炸弹 是一个圆筒型 重8吨多 里面有3吨是炸药 英军还对轰炸机进行改造 例如把炸弹挂架上面 另外还安装电机 也就是在投弹之前 飞行员会先启动电机 让炸弹的旋转速度 维持在每分钟800转 只要从18米的高度 投下炸弹 接触到水面 这个炸弹就会像水面 在水面打水漂一样的 往前的跳跃全境 飞越水坝前的环渝列网 不过一架飞机 大概只能挂 再一枚这样的特殊炸弹 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成功率 所以英国空军就专门组建了 617中队 1943年5月16日晚间 英国空军的617中队 就执行了一个代号 叫做Operation Chastise 的惩戒行动 19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 就分为三个编队 从英国起飞 飞过了荷兰比利时 直底卢尔大坝 在18米的高度 就投资了这款特殊的炸弹 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那个概念 有点像轮胎轮轴 对不对 然后就是让它绕链滚出去 这个方法真的有成功吗 因为我真的觉得是脑洞大开 这次行动 轰炸机其实摧毁了 莫内大坝 还有爱德尔大坝 种山的另外一座 叫做佐佩尔大坝 因为跨坝而产生了 3亿多吨的洪水 至少淹死了大概1600人 另外还有125个 与军工有关的兵工厂 或工厂 就损失惨重 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 就是加速了德军的战败 英国空军 他这次的完成任务 算是相当的成功 也证明了英国有能力 对德国进行战略打击 只是说付出的代价 其实也很大 参与行动的133人 里面有53个人正晚 两个人被俘 机组损失率高达4成5 虽然对英国来讲 炸水坝的结果是成功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好奇 就是那个死伤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那是一个会死伤非常巨大 但还好看起来 那个地方是工业区 所以其实上亡人数 1600多人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但也是很多人 对 我必须这样讲 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好奇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老台一直在强调说 炸水坝并不简单 英国这次破坏成功 真的是贵功于他那一个 脑洞大开的水漂式轰炸吗 乌尔的水坝群之所以被摧毁 除了英国的天才发想 利用打水漂的方式来进行轰炸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就是这些水坝是拱坝 所以被炸之后也比较容易发生溃坝 我们知道水坝分为拱坝 重力坝等等 所谓的拱坝其实就是从水平面来看 凸面 这个凸面是朝向上游 凹面就朝向下游 这种粉泥土水坝的坝体 其实比较薄的 省工省料 新建的条件是 它的两岸的岩壁 必须要非常的坚硬 其实就像我们的水水库一样 它也是拱坝 不过有力就有弊 拱坝它有一个中心硬力点 如果被大单量的炸弹给其中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发生溃坝 至于像 现在我们常常讲的三峡大坝 大家看照片就知道 它是属于重力坝 它设计的形状的样子 也就是说面对上游蓄水 它的那种蓄水面 其实是锤子强 面对下游的方向 它是斜面 这就是利用坝体本身的重量 去抵抗水 因为我们知道有重力 就是水因为重力 要向下游流动的力 可以抵抗得了这个力 而这种坝体 对于抵抗洪水的慢顶 还有地震 或者说炸弹攻击等等 它的综合能力 其实是比较强的 所以在各种的坝体里面 重力坝是比较相对安全一点 如果德国的这三座水坝 它其实重力坝 英国空军617重队的轰炸效果 可能就会稍微打一些折扣 所以照这样说 三峡大坝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一定有把外力 就是战胜这块给考虑进去 是 因为它是一项重大水力工程 所以它一定是千算万算 只是我们是文克森 很多看不懂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三峡大坝是有这样子的考虑 所以它还为了以防万一大坝的最外围 它的还有部署的 比如说眼城的红旗9 中城的红旗16 或者说红旗10 这些防空导弹 组成一圈又一圈的这种环玉网 另外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三峡大坝因为它是混泥土重力坝 不只不会怕泡水 而且还因为泡了水能够让它的抗压能力因此而提升 在100年内它可以越来越结实 那有关攻击的问题 三峡大坝我们知道它有23个泄洪深孔 还有22个泄洪标孔 大陆相关的工程专家他们是说 如果大坝被岩子弹直接命中 因为这是混泥土重力坝 也就是只能最多炸开一个大缺孔 就是相当于几个关不上的大三门 不可能因为原子弹的命中 导致整个水坝就直接的瞬间全部崩塌 造成毁灭性的溃坝 老实说 现在除了大概恐怖组织之外 应该没有任何国家会蠢到 想要去攻击对方的大水坝 或者说核电厂 因为这一定会被全世界谴责 还有制裁 所以从1970年代之后 惧怕水 毁碎水库被炸毁溃坝 这种事情其实是真的不用担心 同样的我们也不敢想象 现在还有谁真的会去 想要打三峡大坝 准备冒着这种全面被挨打的可能 对 就嘴巴上打一打 好 不要开玩笑 所以发生战争的时候 现在就是水坝跟核电厂 都是不能攻击的地方 居民朋友应该都知道 一些重要的建筑 其实是不能随意打起攻击的 二战结束以后 在1949年8月 就公布了日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这里面就说如果攻击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砖制 例如大坝或核电站 这个会引起危险力量的示范 从而造成平面的严重的损害 那就禁止攻击这种设施 即使这些设施是军事目标 也不能作为攻击的对象 到了1977年 日涅瓦公约又修订了议定书 更是把大坝 如果你攻击的话 是列为非人道的战争罪行 也就是说 这些是受到保护的 如果你随便攻击的话 被攻击的国家 它其实是可以用武力进行反击 其实我觉得非常讽刺 战争的发生就很惨绝人寰 但是他还去对一些非人道的战争的罪行 去做惩罚 就是说连二都是有分等级 对 二战的时候 因为没有公约 所以水坝还可以炸 所以英国那个时候 还可以发动承接行动 可是现在不一样 所以关于说每天 真的在幻想说 要打叉叉水库 叉叉大坝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好少讲 那至于夏天又要到了 又到了某些媒体 一年一度炒作大陆水库的时候 过去我们也看过 就是黄河小乱滴水库泄洪 那可以水淹浙江寒州 这种新闻的 或者霸点是海拔 185公尺高的山下大坝 泄洪的时候 可以水淹海拔 1596公尺的凤凰古城 所以我们今年就还可以继续的观察 还有哪些奇闻 可以出现在媒体上面 那个圈圈价值可以让水逆流而上 好了 讲到做新闻 我觉得在媒体圈 打滚很多年的老坦 跟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尴尬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 先有机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虽然我很多同业都会分享说 月听人不看这些东西 没有收视率跟点击率 媒体就不会去做 但因为媒体是要生存的 那毕竟是广告主 但是也有一方是站在道德的角度 就是说媒体是有社会责任在的 我们还是先管好自己 这是大在问 对 就是没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多看这个节目 听老坦讲一点军事跟历史也挺好的 不要再看网红跟小鲜肉了 好 有点啰嗦了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一边 谈兵独舞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喜欢的话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再次谢谢老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